太可怕了,广州连拆迁费也付不起了,老百姓只好要求搬回原来的家,实在是没钱了,太可怜了,去当房拖一天才75元,但还需要抢着干,赚点钱真的太不容易了,广州找工作实在太难了。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曙光时分。以前我们谈到拆迁,总会联想到一夜暴富,但现在在谈起拆迁,似乎更像是一夜反频的节奏了。 前不久,广州的拆迁补偿风波就打破了不少人对旧改的幻想,尤其是拆迁补偿只有每平方米6600元的消息,更是颠覆了人们对拆迁致富的认知。 最近,广州的拆迁又成了热门话题,这次是黄浦区的下园村,一大批村民申请重新安装已经拆除的门窗,搬回原来的老房子住。 这不是因为他们怀念旧居,也不是因为他们喜欢住在微房里,而是因为实在没钱了,迫不得已才回去住。 我看到村民们的爆料,说他们已经超过一年没有收到拆迁补偿款,老人的安置费也拖欠了两年半。 这种情况让人感到心酸。 更扎心的是,由于前期负责服务的公司拖欠了一部分集体物业的租金,导致整个村子的集体收入大幅缩水,村民们的分红也相应减少。 过去美满股能分到19000元,而今年只能分到3600元,每股才8块钱。 村民们对此感到非常愤怒。 一边是开发商欠着补偿款,另一边是村子的分红也几乎没了。 村民们还要在外面租房,生活成本一大堆,各种压力让他们觉得日子非常艰难。 然而,在四年前,下园村启动就改拆迁的时候,村民们是满怀期待的。 然而,现实却很残酷,就改项目进展缓慢,合作方更换,方案迟迟未批,招商也毫无结果。 拆迁补偿和租金大面积拖欠,种种问题让村民们逐渐失去了信心与希望。 面对这些问题,下园村的村民只能选择重新装上门窗,回到原来的房子居住。 这种被迫回迁的情况,不仅仅发生在下园村、广州的黄埔、海珠、南沙、增城等地都有类似的案例。 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得越来越多,连维持现有项目的运转都困难。 更别提动辄需要投入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就改项目了。 当前广州的拆迁补偿款迟迟无法发放,凸显了地方政府和开发商面临的严峻财政困境,尤其是在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的背景下。 广州作为中国南方经济重镇之一,曾经以高速发展的房地产市场吸引了大量投资。 然而,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推进,这个城市现在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资金链断裂和发展困境。 广州的拆迁项目,如黄浦区的夏园村,已经成为这一困境的典型案例。 夏园村的村民本来对拆迁充满期待,盼望着通过拆迁改善居住条件,甚至借此获得一笔可观的补偿款。 然而,现实却令人失望,村民们不仅没有按时拿到补偿款,甚至有村民已经超过12个月没有收到一分钱的拆迁费。 老人们的安置费也已经拖欠了两年半之久。 这种延迟支付导致了村民不得不搬回已经拆除的老房子,重新安装门窗和电表,在微楼里继续生活。 这一情况并非孤立,广州的多个拆迁项目都面临类似问题。 开发商资金链断裂,地方政府财政紧张,拆迁补偿款无力支付,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广州的开发商曾经是全国房地产市场的风向标,但如今,他们中的许多已经陷入资金枯竭的困境,甚至无力继续推进原定的旧改项目。 资金的匮乏让开发商不得不放缓,甚至停止项目进步。 村民们不仅没有如愿搬进新房,还要承受更大的生活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广州的财政状况也受到严重影响。 地方政府一直依赖土地财政,通过卖地获取大量收入,以支持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 然而,随着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加剧,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滑,广州的财政压力不断增大。 这种局面,使得地方政府难以像过去那样轻松支付拆迁补偿款。 之前一些城市拆迁给出的天价补偿,如今已不再可能实现,取而代之的是数额大幅缩水的拆迁补偿,以及无法按时发放的补偿款。 广州最高每平方米6600元的拆迁补偿款,显然已经远低于许多人对一线城市的预期。 这个数字不仅让人们对拆迁就改得致富梦想破灭,还让大量购房者陷入了对未来不确定的恐慌。 过去,许多人对拆迁有着极高的期望,认为这是一条一夜暴富的捷径。 然而,现在现实似乎告诉他们,拆迁不仅无法带来财富,反而可能成为负担,甚至导致一夜返贫。 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不仅仅体现在拆迁款的拖欠上,还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 和公共服务的投入减少。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降温,广州的土地财政收入大幅缩水,政府的财政支出能力也随之下降。 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地方政府只能通过拖延支付拆迁补偿款和减少公共开支来缓解财政压力。 这种局面不仅影响了被拆迁的村民,也让整个城市的经济活力受到冲击。 在这种背景下,广州开发商的资金问题暴露无遗。 近年来,房地产行业的高杠杆操作已经让许多开发商不堪重负。 面对日益严厉的调控政策和不断上升的债务压力,开发商的资金链频频断裂,导致多个项目停止不前。 一些开发商甚至陷入了破产边缘,无力继续推进已经签约的旧改项目。 这不仅让购房者和村民陷入困境,也让地方政府的拆迁计划变得难以为继。 可以说,广州的拆迁困局是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和地方财政问题的一个缩影。 拆迁补偿款的延迟支付不仅反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紧张,也显示了开发商无力继续支撑房地产泡沫的现状。 这一现象的背后折射出更为深层的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 房地产曾经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柱产业,但如今,它已成为一把双刃剑, 既带来了短期的繁荣,也埋下了长期的隐患。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困境不仅仅是广州市独有的现象,而是全国范围内都在蔓延。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了深度调整期,开发商爆雷频发, 地方政府财政压力陡增,许多旧改项目被迫搁置。 这种局面直接影响到民众对政府和经济的信心。 政府曾经承诺的拆迁补偿,如今变成了空头支票, 村民们不得不重新搬回破旧的老房子,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在下滑。 当拆迁无法兑现补偿,当政府无力支付承诺的款项, 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也在逐渐加剧。 过去,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使得民众对其充满信任, 认为政府有能力带领他们走向更好的生活。 然而,随着财政压力的增加和经济增速的放缓, 政府的公信力正在受到挑战。 民众对政府能否兑现承诺产生了质疑, 这种信任危机不仅限于拆迁项目, 还扩展到其他社会经济领域。 总结来说,广州拆迁补偿款的拖欠现象 是中国房地产市场和地方财政问题的一个缩影, 反映出当前中国经济结构性调整过程中遇到的巨大困难。 开发商和地方政府都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 这不仅影响了拆迁项目的推进, 也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如果这一局面持续下去, 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的不稳定性, 带来更深层次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广州有楼盘雇佣房托假装买房, 一天工资仅75元。 这听起来像是天方夜谭, 但这并非是某人的爆料或道听途说, 而是广州京市记者通过卧底调查揭露的事实。 记者卧底的楼盘名字暂且不提, 但根据他们的实地调查, 这一现象反映了如今楼市的下行趋势, 或者是过剩的劳动力导致价格大幅下跌。 在广州这样的城市, 房托的市场价居然只有75元一天, 从早上10点工作到下午6点半, 时长8个半小时。 而且, 这份工作不仅报仇微博, 还不提供中餐和晚餐。 如果中午在外吃一顿20元的饭, 实际一天到手的收入不过55元。 让人不得不感叹, 如今的劳动力市场居然已经如此低廉。 更令人吃惊的是, 干满一个月也不过1650元, 而这还发生在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 钱虽少, 但工作的内容却不少。 记者描述到, 房托几乎参与了整个购房交易流程。 无论是售楼部看沙盘的, 看样板间的, 还是在洽谈区与置业顾问聊天的, 甚至连买房成交时杂金蛋的环节都有房托的参与。 最夸张的是, 连选房认购时都安排了房托。 记者调查了多个楼盘, 得出的结论是, 看似人满为患的售楼部里, 真正有异项买房的人可能寥寥无几, 其他的都是演员。 如今的开发商可谓全力以赴, 为了一个潜在客户, 售楼部动用了几十甚至上百名托来营造热闹的氛围。 有人可能觉得房托的存在只是气氛组, 是辅助成交的手段, 但不得不说, 这其实是赤裸裸的欺骗。 试想一下, 当你在热闹的售楼处买下一套房子, 结果搬进去时, 却发现整栋楼只有你一户, 这种失落感简直让人怀疑人生。 当前的经济形势下, 消费降级的现象日益明显, 很多人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在这种背景下, 一天75元的工资虽然看起来非常低, 但对于一些人来说, 已经不得不接受这样的工作条件。 尤其是在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 房托的薪水降到了如此低的水平, 折射出整个经济环境的恶化, 特别是就业市场的萎缩和劳动力的过剩。 事实上,随着经济增速放缓, 许多行业都出现了裁员潮, 企业在收缩规模, 减少开支, 导致大量人员失业或转向低薪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 许多人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 只能接受一些临时低薪的工作, 哪怕是每天工作八个半小时, 工资仅有75元的房托工作。 这不仅是楼市低迷的结果, 也是整个经济环境中消费降级的真实体现。 过去, 广州等一线城市凭借其强大的经济活力和高薪职位吸引了大批人才。 然而, 现在不少行业的衰退让许多人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迫使他们放低消费预期, 从追求升级转为接受降级。 工作机会变得稀缺, 许多人已经没有了选择的余地。 对许多面临失业或找不到更好工作的普通人来说, 一天75元的收入虽然微薄, 但总比没有收入要好。 消费降级和经济压力让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标准, 甚至对一些人而言, 日常生活的支出已经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高房价、高物价的背景下,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降低消费水平, 缩减开支以应对日常生活的压力。 而对于房拖这样的工作, 虽然工资不高甚至不包餐, 但它至少能提供一份微薄的收入。 这也说明当前的市场上, 对于低薪工作已经有了供需平衡, 因为找不到更好工作的劳动力和开发商 为了营造销售热潮的需求结合在了一起。 人们宁愿忍受低薪, 长时间的劳动也不愿意在失业状态中耗费时间。 大家都在为生存而努力, 接受低薪工作在这个时代已经变得司空见惯。 更重要的是, 当前的经济形势让一些人陷入了焦虑与无奈。 一天75元的收入可能意味着 他们无法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 甚至连房租和日常餐食都难以支付。 而经济下行和消费降级的双重压力, 使得原本曾经对生活充满期望的人, 如今不得不屈服于现实, 接受这些低薪的临时性工作。 总结来说, 现在的情况反映了消费降级的加剧, 以及就业市场的疲软。 许多人已经无法找到高薪或体面的工作, 因此不得不接受低薪, 甚至临时性工作来勉强维持生计。 经济环境的持续恶化 让更多的人进入了这种生存模式, 而一天75元的房托工作, 正是这种消费降级和社会困境的真实写照。 在这个背景下, 人们的生活质量下滑, 经济复苏显得尤为艰难, 而每个人都在艰难的现实中寻找生存的出路。 跟你们说现在在广州找工作有多难? 是真的很难, 因为我已经找了差不多两个星期的工作了嘛。 一段时间找的那些公司呢, 他们都不太合适,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也是薪资这些方面比较低, 连三个月的话我在广州找工作 还是可以找到工资稍微比较高一些的。 但是过完中秋这段时间回来了以后, 这三个月是六七八九, 月份, 这边的工资都是会降低了很多很多。 现在广州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四五六十了吧, 好像, 现在找工作可难了, 有工作的千万不要离职哦。 找到了星期六星期一天, 他们也在上班的那种工作, 说明他们是没有休息日的, 所以我就等到了今天星期一满。 星期六星期一天的时候, 没有下雨, 今天下雨会觉得很烦躁, 可能今年我是本命年吧,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那个啥的, 你们懂了都懂啊。 广州当前的就业市场确实充满挑战, 找工作变得异常艰难。 这种现象背后反映了经济环境的整体疲软, 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失衡。 首先, 广州作为中国的经济大城市之一, 过去一直是就业机会的热门地区, 尤其是在服务业、 制造业和高科技领域。 但近年来, 受到多重因素影响, 经济增速放缓, 企业缩减规模或倒闭的现象增多。 许多企业为了控制成本, 降低了薪资水平, 甚至减少了招聘岗位。 这让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 竞争压力随之增加。 其次, 工资水平下降是现在广州就业市场的突出问题。 许多人反应, 与几个月前相比, 现在的薪资标准明显低了许多, 特别是中秋节之后, 企业纷纷压低工资水平。 一些岗位的待遇与工作量严重不成正比, 甚至不少公司要求员工加班, 却没有休息日。 这让许多人不仅找工作难, 找到的工作也难以维持理想的生活水平。 此外, 失业率上升进一步加剧了找工作的难度。 随着广州的失业率攀升到较高水平, 求职者的数量激增, 而职位空缺却相对减少。 大量的应聘者涌向少数的岗位, 意味着竞争极为激烈, 哪怕是薪资较低的岗位也成为求职者争抢的对象。 对于那些失业的人来说, 长时间找不到合适工作的压力越来越大。 面对这种局面, 找工作的人不仅需要面对工资缩水的现实, 还要面对巨大的心理压力。 有些人甚至觉得, 只要有一份工作就好, 不敢奢求更好的待遇。 而对于那些已经有工作的人, 离职的风险越来越高。 毕竟现在找工作如此艰难, 稍有不慎可能会陷入长时间的失业状态。 总结来说, 现在广州找工作确实变得非常困难。 工资水平下降, 就业竞争激烈, 失业率上升, 都使得就业市场变得不容乐观。 这种情况下, 求职者不仅要面对找工作难的现实, 还要在有限的选择中做出取舍。 在未来的经济复苏过程中, 如何增加就业机会, 改善劳动市场的工需关系, 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